来看到宜兰是否也出现了炉渣的危机 在台北松烟的文川外墙传出有炉渣后 壮为农地今天有疑似有炉渣的成分 可能会危及到生态以及食品安全 而地方农民相当担心 有毒的物质会流入农田 连带影响到农作 甚至危害到人体健康 所以现在县府已经采样化验 预计结果在下个礼拜就会出炉 路面上出现许多像是生锈的斑点 有的甚至已经变成坑洞 在地农民觉得不对劲 所以通报村长来查看 结果发现这可能有炉渣的成分 非常担心影响生态跟农作安全 以前从来没有的名字 现在有这个 就是我们说 接下来就他了解 他沉沉了解 说那是炉钢铁里面出来的炉渣 没有压渣的炉渣 现在带没路是怎样 不知道怎样的管理 会叫在炉渣里面 照说这个炉渣 叫是可以在工业区 腰还可以吞 腰还可以爬 拿来农业区 他的数旺 不知道什么炉渣 不知道 对此新南村长表示 曾经请教前县府官员 结果确认是炉渣 村长认为事态严重 而且已经违法 因为炉渣虽然可以当作道路集配 但是不能用在农业区内 所以反应给县府来查验 这样的经济部 工业局 就是说炉渣 不管有毒没毒 那台储在外 重点 农业区 就是不可以 点到上面 不可以有掺杂炉渣 这个问题 有报上一条就是炉渣 我们的松烟 文创 三成这种现象 我们曾经工夫处长李舍林 姨妈上水卡天的花 所以我还是看那个节目 我看了以后 跟我们台风这个隆楼 所典型出来这个 生鲜的现象 相同一样 所以台风一再翻行 会议这是不是有炉渣的成分在里面 如果说 现在就是我们 县管政务 我们处长 对这件事也很重视 所以说他有来采营 去由高雄的中山大学 来做化验 队史县府公务处已经采样送检验 如果真的有炉渣 以及有毒物质 不排除 炮足物面 并要求立清 不得加入炉渣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导 小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